这期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各种身材怎么选择衣服的一个视频 因为现在已经初夏了嘛 需要露肤的季节了 而且有很多小伙伴也有在问我 因为我的视频大部分是集中在分享一些我自己喜欢的风格嘛 风格为浅迹的情况下很难照顾到所有体型的女生 所以我这一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不同的身材在选择衣服的款式上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点吧 因为网上很多会分成什么苹果型身材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抽象 就是大家可能不是非常好判断 那我在这儿就是大概分成个五类吧 首先就是上半身的骨骼比较宽的女生 就比如说肩比较宽 胸腔比较宽 所以说三维的方面是胸部的维度可能比屁股的维度还要再大一些 这种女生呢就可能看起来会有种背胸腰的问题 但是腿还是OK 特别是小腿方面 就相对于全身来说小腿还是比较细的 还有一种就是网上的离形身材了 跨骨臀部比较宽 然后大腿根部比较柔柔 上半身看起来更单薄一些 而且胸围呢可能相对于臀围来说要小比较多 然后这种身材的女生我觉得可能更多一些 这两种身材有很重要的原因都是因为骨骼的这个比例造成的 还有就是上下的骨骼是差不多的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有沙漏型嘛 胸是胸 腰是腰 屁股是屁股 就是看起来比较匀称 还有就是比较纸板的那种身材了 胸和腰的这个比看起来会有点平板这个样子 最后就是也是上下半身的骨骼还是匀称的整个脂肪有可能集中在中段 简单来说就是四肢比较细 然后中间比较有肉的这种女生 然后我觉得这几种怎么判断比较简单 就是量自己的三维 还有就是你们在购买衣服裤子的时候 就上身和下身的穿的号码在以合身的前提下 如果上身和下身就插号可以插到一个号或者两个号的话 就应该是上半身比较宽或者说下半身比较宽的这种状况 那大概分成这几种之后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上半身比较宽或者说下半身比较宽的女生 因为他们俩基本上就是一个对比 在这就可以同一件衣服讲两种身材这样 以我身上这条裙子来举例 这条裙子呢就特别不适合肩宽上半身丰满的女生 胸部侧面的这个剪裁和手臂这里 虽然说这里是可以遮住手臂的肉的 但是它整个这个线条可以看是一个膨胀的效果 就是是往外扩的 这种衣服呢特别是胸部丰满的女生 一定要慎选 因为你们会看起来更厚更壮实一些 因为像这种比较垂坠的裙子 整个剪裁没有自己在收腰 收腰都是靠腰带的这种裙子的话 系上腰带之后这里必然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弧度 这样的弧度就会显得上半身更多体积 而且侧面的话 我现在腰带是系的比较松的状况 这种松的状况呢还好一些 如果是再系紧一点 上半身在活动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就是腰的位置会有一个突出的这个空间 那这样的话胸部带的女生看起来就整个是这样 很厚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如果在穿这种衣服的时候 腰带还是尽量系的合身一点 就是不要系的太紧 那反之这样的衣服就是适合下半身比较宽的女生 因为她上半身整个撑起了一个体积嘛 然后下半身的裙摆的地方呢 她又做的是比较直顺的 她到最宽的这个地方之后就直直的下去了 看的话就会显得下半身更窄一些 而且她的侧面特别的优好 因为她侧面的话她是有一个腰身的 贴合身形直到臀部上半部 然后到下面之后她又是一个比较直的直线 这样的裙子呢是真的比较适合下半身比较宽的女生穿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适合上半身肩膀比较宽 然后可能比较丰满的女生的一些裙子 或者说上衣的选择吧 基本上是要遵循她整体和身 但是不是紧身 就是身体和衣服之间是有一定活动的空间的 方领或者说幽形领都是比较适合上半身比较宽的女生的 你们选择夏天这种肩带的话 或者说领口一定要是领口比较朝外的这种设计 而不能是这样朝领 朝领的话会显得肩膀这个位置会更宽 但如果是上半身肩宽 但是手臂没有到非常粗的女生的话 就可以选我身上的这种比较好看的一个连体的这种小裙子 第一是这种裙子一般都会做的比较修身嘛 但是它也不是那种会做的很紧的 的话腰部都还是会留一定的空间的 或者说如果它设计的本身很紧身 可以选择稍大一个码的 那如果是肩宽啊 然后又觉得手臂的地方没有激进的话 也可以选择这种款式 但是它的手臂这儿是有一个袖子的设计 最好是中袖能遮住最粗的地方 而且不能太紧 因为太紧的话可以看到这里的肉嘛 那相对的像这种裙子或者说上衣呢 就不太适合上半身比较窄 然后下半身比较宽的女生 那像这条裙子呢就比较短 比较短的情况下呢 可能还是会露到一定大腿的这个肉的 全身来说的话 下半身比较宽的女生 手臂肯定是视觉上比下半身要细很多的 都露出来的情况下 就会显得手臂更细 然后腿更粗 像这种比较修身 但是不紧身的上衣呢 脖子到这个腰的这个位置 中间这一块是适合大部分人的 比如说我现在手上这件 是我去年的一条裙子 它就是在胸部到腰部的设计 中间这一块 都是跟我现在身上这个版型 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因为下半身 做了一个比较大的A字裙 然后袖子呢 也是一个灯笼袖 都是有膨胀感的设计 胯宽的女生可以尝试 我手上这件白色的裙子 都给大家换一下 这件大家可以看 它穿上了之后 明显我上半身的维度 就变宽了非常多 下半身是做的比较长一些 然后比较宽 所以基本上是能遮住 全部的大腿的 这样的设计是比较适合 这种胯宽的女生 或者说屁股的曲线 不是很好的女生的 像这种袖子的话 真的是上半身瘦的女生 是最适合的 那像我刚刚说的 上半身比较宽啊 然后这里又比较有肉 或者说胸部比较有肉的女生 你们如果不想露手臂的话 那袖管的这个宽度 就基本上比这个少三分之一 大概在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一点点手臂的形状 但是不是这种非常紧的这种状态 那基本上对于这两种身材 上衣和这种连衣裙的选择 就是这样了 下装的问题 可能胯宽的女生更在意一些 可以选我上一期 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那个白色的 有一点A字裙的短裤 那这一条穿上之后 第一是会显得腰身很高嘛 很多胯宽的女生 也会有这种腰长腿短的问题 因为脊柱比较长的话 腰一般都会更长更细一点 所以说穿这种有一定A字型的短裤呢 第一是会凸显这个腰细的效果 第二是可以遮挡屁股和大腿根部的这个曲线 基本上在选择下半身的衣服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是很包身的那种铅笔裙 或者说非常膨的膨膨裙 一个特别紧身 很收会凸显整个曲线的不完美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特别膨胀 那像裤子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非常非常紧 合身的牛仔裤或者legging 非常阔腿的那种阔腿裤 我都是觉得很挑身材的 对下半身不自信的女生会觉得 我穿一个比较宽松比较肥的裤子 就可以遮挡我这个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 因为它整个体积比较大嘛 虽然说它能遮住你腿 不完美的曲线 但是它让整个人的重心更往下走 我这就又换了一个A字型的长裙 给大家举例 像我现在胯宽是这样的 就如果你们的胯已经宽到这种程度 这样看也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反而会显得腰更细 所以像我身上这种A字型的裙子 和我身上这种A字型的短裤呢 我都是非常推荐给胯宽的女生的 那上面身比较宽的女生 就可以根据我刚刚选择连衣裙和上衣的 那个原则来换掉一件上衣 配合这个裙子就可以 然后我在这想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我刚刚说的这些点 全部都是基于以瘦为美的审美观的 但是其实现在的审美观更加多元化 我也会因为太窄 或者说没有足够的脂肪的问题 就撑不起来这个裤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美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认识的大部分说自己需要减肥的女生 都不是真的胖 基本上都是只是需要塑形而不是需要减肥 罗嗦完刚刚这两种因为骨架的原因造成 就可能比例不协调的问题 接下来是骨骼上面上半身下半身都还是宽窄 比较和谐的 但是肉就长得不一样位置的女生了 那第一个就是四肢很细的那种 因为如果像四肢很细 但是只有中间这一块 腰部有脂肪或者说小肚子的话 可能真的是最需要注意健康问题的 因为这种大部分是因为就是内脏脂肪比较多 如果中间这块只是比四肢要胖一些 而不是那种连站起来都有一点游泳圈的状况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靠衣服来改善的 如果真的是脂肪对积比较严重的话 首先还是减肥 那回归到搭配如果是这种体型 但是就像我说的不是很胖的话 像我上一期给大家分享的这种有流苏的这条裙子 就非常的合适 能完整的露出你的优点 然后腰部也不会像我现在这种衣服这么收腰 其实中间这一段肉比较多的女生的话 哪怕是一个非常收腰的裙子 这里收起来了之后 侧面看这块是肯定有小肚子的 所以我自己建议是选择这种整个是直线下来设计的裙子 或者说在腰部有一点点收腰的曲线了就可以 除了要注意它是直线条一半 还要注意它这个宽度 不能过宽 而且面料也不能太硬 那接下来就是比较有曲线的这种漏斗型身材 和比较直的就是腰部比较直的平板身材的女生 基本上什么都可以穿 完全就是看大家喜欢哪种风格 像我现在身上这一套就是你们都OK 要需要注意的话可能就是风格方面的问题 那就以我刚开始穿的这一条裙子给大家举例吧 我就还是换上之后给大家说 那像这种裙子漏斗型穿出来可能就是比较性感 因为胸部会更丰满一些嘛 侧面看起来也会更有曲线 平板身材呢穿上去就会显得洒脱 就少女气息或者说帅性的感觉就更多一些 同样一件衣服穿在不同身材的人身上显出来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两种身材的人我觉得只要不是盲目追求不适合自己身材的风格 基本上穿什么都是OK的 就比如说平板身材 盲目追求那种需要显胸的性感的那种 那像漏斗型凹凸有致看起来很肉感的那种女生 就不要盲目追求特别平板身材的性冷淡的衣服 那最后就是总结一下了 我自己觉得不是瘦就是好看的 有自己的风格然后健康有一定的线条感是最好看的一个状态 穿衣的方式遵循让身体的各个部分看起来重心或者说重量感比较平均 选择一些本身剪裁非常好的衣服来修饰自己的身体曲线 那如果是实在没有办法判断自己属于那种体型 就是觉得哪儿哪儿都胖的女生的话 最保险的选择衣服的方式就是选择合身 但是不紧身的那种像穿类似于有弹性的skinny 或者说非常宽松oversize的款式的时候都需要慎重选择 那这就是这期的所有内容 基本上讲的都是一些我自己觉得可能能帮助到大家的一些内容吧 那因为我自己并没有办法切身体会大家不同身材的选衣服的烦恼 所以这只是我对于我周围朋友的观察啊 还有就是跟朋友出去逛街的时候发现朋友买衣服的一些误区来总结的 不同身材选衣服的方式吧 就是希望有什么不对的或者说有什么大家觉得很好的小技巧 都可以留言或者弹幕跟大家分享 那还有就是穿衣打扮呢 其实是取悦自己的在不影响工序良俗的情况下 不需要特别在意别人说啊 你穿这个不好看或者说你就穿这个太过啊什么的 自信开心最舒服的状态是最重要的 那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周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